另外新北市有一名男子之前在酒店认识了一名女子 而这名女子就谎称说要帮妈妈筹医药费 因此就先骗了她500多万元 没想到这名女子又说要报恩 想要把名下房屋过户给男子 但是呢要求她要先缴高达上千万的土地增值税 男子不宜有她竟然跑到银行提领巨款准备赴约 还好及时被阻止